正在紅磡體育館舉行的跨年演唱會 六萬多張公開發售的票一天內賣光 但開場之前仍然有職場的票未有人要 我們在紅磡港鐵站外走幾分鐘 就有人上前兜售 要什麼價格的 最前面那你要兩的 最前面的要兩萬多 是啊那兩萬多 每一張嗎 對呀 它這個七八年的開機場是不是 好貴的 那如果本來是不是比較高一點的 三百多的現在多少 要兩串多了 我們廣東沒事做了就來這裡了 你怎麼厲害那麼多票 這不是我們的票 我們也是幫別人賣的 也是一些香港的老闆 明白嗎 我們出來賣票的都是跑腿的 集中的老闆都坐在家裡的 我們可以加個朋友 不久他就叫我們用微信和他聯絡 免得在場太招搖 又說要哪一場什麼位都有票 每逢有大型演唱會在紅磡港舉行 都不難在紅磡站一道 見到有黃牛黨的出現 他們除了會賣票之外 也會向觀眾高價收票 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任何人炒賣這些場所的票 可以罰款2000元 但紅館是豁免範圍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即使修例涵蓋紅館 但罰則太低 欠缺了客力 罰得2000元 你對於很多炒黃牛票的人來說是拗痕 例如最近的演唱會票 他們賣2萬元 那你是不是應該都要 起碼去到上萬元的罰款 那些人才有真正的阻嚇力 如果修改簡易治罪條例 最高的刑罰是應該去到監禁6個月 那你那個監禁的刑罰的阻嚇力 在這的時候才會令到那個的刑罰 是真正阻嚇到一些來炒黃牛的人 警方早前拘捕了11名的黃牛黨 他們都是辭商情證來港的內地人 只是能控以違反逗留條件 但對本地的黃牛黨就未有法例可以檢控 政府表示修例衰事 預計明年第三季提交建議 NOW TV 記者 李同安波多